首先带来关心的是台中市府验出台糖的梅花肉片 含有瘦肉精西部特罗引发了关注 而行政院食安办和食药署这两天接连公布 送验的样本都未检出 中央和地方出现了不同说法 台中市政府仍旧强调 对同批肉品三检体都各做两次 而六次的检验结果一致 坚持把关公布 也证实收到了台糖申请将在三天内复验 最快四天会有结果 台中市府验出台糖的梅花肉片含有瘦肉精西部特罗 四号中央召开记者会强调 送验的四十五项样本都没有验出 五号食药署进一步表示 送验三件与台中市所检验的同一批 同一来源厂和屠宰场 分界和包装的产品也是未检出 以这个方法来进行二十一项 移型收集素的检验 那这二十一项移型收集素 也包含了西部特罗 那我们的检验结果是都没有检出 不过台中市府早一步召开记者会 公布检验突破 强调确实检出 含有零点零零二ppm的西部特罗 电性离子跟电量离子的一个笔子 也绕在这个范围之内 两者都绕在这里头 那我们就确认了它确实是含有西部特罗 食安处表示在检验瘦肉精西部特罗的环节 确实出现明显峰值 强调依据的是卫福部 食品中动物用药 残留量的公告及建议检验方法 对同批肉品的三检体 都各做两次 共抽验了六次 都有出现异常 认为市民有知识的权利 因此对外公布 而台中市府也否认 实验室和检验标准品受到污染 会配合中央要求 将原检体送交食药署检验 而中央也再次强调 目前确认排除 屠宰的过程交叉污染 而台湯已经向台中市提出服盐申请 预计四天就会有结果 由于瘦肉精疑云尚未厘清 台北市长蒋万恩也宣布 预防性下架同品项的棉花猪肉品 北市卫生局五号 也前往台塘 台北营业所等单位来寄查 相关商品界已经预防性下架 没有发现问题产品 记得您健身捧换群 台中八大